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我们各位同修大德 各位菩萨 大家下午好 那今天呢 下午呢 有两堂课跟大家分享 也是教典教育 也是英国教育 因为呢 今天来的也有一些企业家 那我们明道讲堂呢 就是企业家来办教育 他就是感觉现在呢 因为我们中法传统文化呢 已经失落了两百多年 以前的话呢 我们的传统文化 五千年的文化维系在哪里 维系在三个根 一个是城隍庙 一个是祠堂 一个是孔庙 以前有什么问题 家族有什么问题 因为以前大家族多 五代同堂 四代同堂很普遍 现在大概都是两代啦 能到三代就是很有德啦 那四代就更不得了啦 那德恨就更好啦 所以以前在家族有什么问题啊 中长只要一着急 就不用上法院 直接祠堂就解决掉啦 违反一些规定 违反道德 在宗族里面也会处理掉 所以中国维系五千年只要靠祠堂 那学这些圣贤教育呢 就是在孔庙 跟着孔孟学 那再来最后就是英国教育 英国教育呢 就是到城隍庙 所以中长老法师说 以前他小时候常常跟着他的父母 尤其是他的母亲 带他到城隍庙去拜拜 因为古书的人佛庙就拜 所以一般都会带小孩到城隍庙 那老法师说他拜完以后 他母亲会特别带他看这个十殿炎王 所以老法师说他一辈子的印象 从小时候扎根年到现在不敢为患 所以他一生得利英国教育 那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来讲这堂课 就是主要是家庭教育和英国教育 这两个教育搞好的话 那社会就安定了 国泰民安 因为整个文化的变迁 还有科技的发明 还有文化大革命 这三个跟事实上都已经消失殆尽了 所以透过现在的传统文化的教学 透过企业家带头来带 因为现在这个家它变成小家庭 那像现在的小孩子 父母不会教 所以产生很多的家庭问题 受惠问题 所以这整个教育责任 就必须落在企业家的身上 前天我在长城集团 讲了这个企业勇气精灵 行善积德 那新加坡是一个福地 能够到新加坡来 不管在这边出生 或者在这边长大 或者在这边做事业 都是有福之人 那么一定呢 要把这个福德呢 继续行善积德下去 所以我也要在这边 第一堂课 继续长城集团 没有讲完的部分 来跟大家分享 企业勇气精灵的行善积德 那我想呢 各位 如果你没有从事企业 说不定你的亲戚朋友 或者你的小孩 你的家庭里面成员 有可能会经营企业 也可以作为他们的一个参考 那么我们看 企业经营里面呢 为什么要行善积德 现在要怎么教育小孩 教小孩是到底是 如何造福 还是如何去求福 现在的父母很会 为小孩求福 父亲是 中午跟我讲 你的父母都是辛苦一辈子 拼命的一辈子 累积了很多财富 可是到临终的时候呢 平常你叫他去供养三宝 听经文法 父子三宝 为所谓做一点事情 他都舍不得 但是到最后临终 就把钱全部交给祖孙 结果祖孙也没有帮他守住 就司马光大普哨早就讲过了 你基金于祖孙 祖孙不一定能守 就是你留了一大堆钱 祖孙不一定给你守得住 那基数于祖孙 祖孙不一定能赌 祖孙你输留一大堆给他 他不见得会给你读这些圣贤书 有些年轻人不喜欢亲近圣贤教育 他们认为这是老人家的东西 他也不会进到佛堂 所以大部分现在普遍的现象 就佛事里面空洞无人 很多我在跟国内的一些法师接触 他们有这个苦恼 其实现在不愿进去佛事 现在全部都说什么 现在都是手机文化 所以有一位大德告诉我说 黄警官你跟傅聪老师 一定要强调不要做低头主 现在全部跟着薪水进转 是薪水的手机转 转到钱下不得安宁 然后手机制造太多问题 虽然它是一个方便的工具 也很便利 什么鬼 但是问题不是出在手机 问题出在我们的心 全部都迷了 跟着手机跑 所以很多人当着手机看 走到半路被车撞死了 手机里面传达一些不该看的讯息 小孩子现在都会了 我在天津讲课的时候 一个企业叫小孩很可爱 小孩一年级 懂了大人的东西 所以你给他太多 他不应该学东西的 心智太早熟了 尤其是女生 很容易发生这些关系 痘胎很普遍 或者吸毒等等 那位小朋友 他爸爸还算是善人 也是企业家的善人 都是在推动传统文化的 小孩子太聪明了 他跟网络学 跟电视学 跟同学学 跟手机学 那就有时候很容易跟魔打交道了 魔就入侵了 所以魔不需要到你家去 魔透过手机就到你心了 你的心就被老老控制住了 那位小朋友 发那个微信给他老师说 老师我 再两天我请我父母请你吃饭 他回去跟他妈妈讲说 妈我已经花微信给老师了 后天你请他吃饭 他妈妈说 我还没答应你怎么先请 公共关系要做 老师上次都送礼 他说公共关系要做 你看小孩子都会用手机做事情 你说真的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很容易写 那才小时一天几晚 回去跟他母亲告状 妈妈那个女生一直都在看我 我都没地方跑 我躲不开 那小女生就会看小男生 所以现在很容易被污染 这个 我们学弟子归 学任何圣贤教育 我们目的是干什么 要传承好的德行的小孩 所以我几天跟我们新加坡企业家 下一代在聊天的时候 我都告诉他 你父母这么有福报 把菜单传承给你 那你怎么去接受这个福呢 你必须要有德 这位第二代就问我 老师德从哪里 他说是不是念佛听清 我说对 但是念佛听清 它是初步而已 不是念佛听清就会有德 不是 那是自己修德显性的 它是开出来 开出来也会用 他说在哪里用 我说在日常生活用 你慢慢从这个听经文法 听老法师开示 听大德讲 你吸收起来 消化也有消归自信 消化就是消归自信 什么叫消归自信 就是你的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本来是既止万德万能的 我们佛家讲都很深 感觉很深 事实上是不困难 法生德 剥落德 谢托德 法生德是本体 剥落德就是智慧 谢托德就是自在 那我说你怎么变成自在 我说把这个佛法这么深 把它用到自上生活 你说你学会圣贤教育 你学会佛陀的剥裂教育 宗教教育是改变人心的 它不是迷信 你学会以后 你在公司领导 在做业务的时候 你在转进之间 在转练之间 你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同样碰到状况 别人处理起来 是怨上家怨 整个情况越动越糟 你来处理 四两波千金 没事 就是转进跟转练的问题 佛法讲的就是转进跟转练 把凡夫转成菩萨 把烦恼转成菩提 把众生转成佛 把凡夫十指 转成圣贤金子 就是这样而已 那怎么转呢 心去转 所以我们常常讲 心能转进这桶如来 你心要是有办法转进这 我们现在最困难 就是没办法处理人际关系 现在父母兄弟 也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现在变成太多的宅男跟宅女 他不出来 躲在房间里面 叫宅配送便当进来 叫宿舍送进来 我们现在台湾叫做啃老子 他不应该跟人家互动 圣贤教会他不应该都是跟手机 电脑写 写的这些 写之写尽 妖魔鬼怪 所以加上现在整个人性的沉沦 左传里面讲说 人弃场者妖心 人如果违背轮场的话 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圣贤教会就是 恢复轮场 五轮的关系 你只要不弃场 那福报就现前 人只要一弃场 折邀心 要么鬼怪都来了 到你家 到你的座边 这个就是 我在这边要强调的说 为什么要为祖孙积德 你留钱给祖孙 你不如积德 刚才讲说 你积极你祖孙 祖孙不一定能给你锁住 现在台湾普遍的现象 富不够两代 两代都很困难 不要是富购三代 一代就结束了 而且在台湾很大的企业都出问题 新加坡也要预防这个事情 新加坡是大家现在是在 上一代 长辈前辈他们心情耕耘的福报之中 上至李光耀总理 下至这些 第一代到新加坡来开疆拓土的 你到新加坡来会发现一个现象 他非常淳朴 他穿着是这样净土 所以老法师对新加坡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喜欢新加坡 他是地方小 但是每一个人都很善良 那么比如说我昨天到永春会馆讲课 我就跟那位长者讲 我说你的妻子很像李光耀 我说你是不是亲近过李光耀 他就否认了 事实上旁边都说 老师你讲对了 他曾经做过李光耀的文书的工作 这是寻陶 跟一个长者寻陶 所以长死心修一门生日 他智慧慢慢就会开出来 所以你基金于主身 主身不一定能守 基数于主身 主身不一定能赌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基因得于民々之中 所以新加坡老一代的人 尤其是第一代跟第二代 那个传统都还在 那个德性都还在 那个德都还在 道德的还在 什么叫道 我讲过 道就是本体 德就是那个用 就是刚刚讲 法身德 剥落德 谢德德 就是他那个体用 体就是我们本体 就是人人都可以成活 人人都可以教得好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 简单说就是这样 人为什么变坏呢 教坏掉 宠坏掉 学坏掉 所以人是教出来的 圣贤是教的 孔子是谁教的 母亲教的 孔子是谁教的 母亲教的 叶会谁教的 叶母教的 是金钟报国 所以教义很重要 以前教义是礼部摆第一位 宰相不再是礼部的大臣 他代理 现在我们讲总理 首相的位置 现在礼部不重要 现在是经济不重要 搞企划赚钱重要 世隆工商 以前商是摆最后 读书人摆第一 为什么 教育 所以以前建国居民教学 全部都是向教义看齐 教义人教好了 什么都好 早上在吃早餐 来自广州的企业家 在跟我师姐 在讨论企业管理 他们讲了很多道理 我最后吃完早餐 我有一个结论 我说都讲了很有道理 你们都在讲制度 我跟我师姐 跟企业家的部分讲 我说制度要是好的话 然不好 什么制度都一样 我会专入洞 这是道高于死 魔高于壮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怎么搞都搞不够 他的这些什么 他的毛病习气 他的妄想 他的执着 你搞不够他的贪嗔痴 那怎么办呢 必须教育 所以制度再好 人心不好 什么制度都一样 那制度不好 人心只要教好了 什么都好 所以问题不在制度 问题在人心 在教育 所以魏祖孙造福 感念篇里面讲 我再把这一段 再跟大家朗诵一遍 感念篇会篇 我讲了五年 总共讲266集 从2013年 接电容法师 从20世纪开始讲 讲到266集 陈蓬老和尚 慈悲的 指导 完成这样的一个 教学工作 感念篇会篇 我非常喜欢 各位可以参学 总共25万只 都是中国最好的一部 英国教育的善书 还有文昌地址 英志文 安事全书 我现在也在讲 如果你们这样 要收看这些 在少年文化 网络电视台都有 感念篇会篇说 当为主生造福 不当为主生求福 什么叫造福呢 你要从小孩子的心地 去赔福 去创造福报出来 那福报怎么去创造呢 我们佛家讲就是 勤修戒定会 媳媚贪嗔痴 那儒家讲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其家 自果平天下 那个福报就出来了 你只要有智慧 就有福报 你有福报 不一定有智慧 有智慧 这个家传承三代 不是问题 要付过三代 也不是问题 你要是没有智慧 光有福报不行 他们都有他们的习气 会有贪嗔痴慢离 会有嫉妒障碍 会有斗争 因为现在是末法 自己会斗争 兄弟相残 礼件不先 我昨天都讲这个个案 一个几百亿的财团 只是说上一代没有交好 再这样上一代 上两不振下两歪 当然现在很多问题是什么 都是明文立扬 感情揪国 大房二房三房 都会有这些问题 因为她是两个太太 大太太就自杀了 一自杀里面就有冤气了 这个家就有冤气了嘛 这个冤气没有及时化解啊 那就变成货端了 所以后跟福只差一点点而已 中国人创造出那个后跟福啊 你看福的话下面是一个田啊 新田啊 那后面开一个口啊 你只要开一个洞 它就进去了 所以后跟福只差一点点而已 你不仔细看不出来 所以 那位企业集团的总裁一往生以后 下面就不得安宁了 你看几百亿到现在 要付购二代都困难 一代就结束 还不是只有一个企业 好几个企业 结果他们兄弟里面 其中有一位不学好 那位兄弟找二哥三哥谈判 最后谈判不成用手枪呢 当场隔杀自己的二哥跟三哥 然后自己 众生一跳跳楼自杀 是在自己的老家 发生这个命案 起家也从这个地方出来 命案也从这个地方发生 所以我们明道讲堂 我们这个MTMP一进来 一只鸡的雕刻 起家起家 要起家不容易 万事起头篮 这个家要建立起来 更不容易 如果把这个家 能够稳住传承下去 这叫古人讲的 家道 家风 家学 要怎么传承下去 家业 你家庭的事业 家的规矩 家道 家的道风 家风 怎么传承下去 现在大家都忙得赚钱 没有时间搞这一块 也没有时间交这一块 而且也不会交 无量昨天讲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一者十五怪 他根本 祖父母也没交 所以父母亲也不会交 那孙子更不会 所以我今天 等一下下一档就会讲说 现在大家都在争男女平等 那什么叫男女平等呢 我在天津讲堂讲 天下太平是根本 怎么教小孩 里面有整套的 天下怎么个太平 阴光大师说 天下不是根本 屁股有走 每一个家庭都好了 国家就安定了 那企业就安定了 所以 大家都忽略这个主生的教育 不孝有三 无惑为大 不是说没有生儿子 刚才我讲这个家族 这个老五杀死 老二老三 那都是儿子 那整个也是败在他们手中 那前家的精英都被杀掉 因为这整个企业最后 围着这个企业的 是老二跟老三在维持 在撑 这一片企业的天 就会被杀死了 那为什么被杀死 业啊 业力的业啊 然后 最近我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这次来 特别要强调家庭教育 最近台北又发生 到现在一年都还没带 才9月而已 发生事件 昏尸病案 昏尸 变成尸袋 用垃圾袋装起来的尸袋 所以新加坡绝对不能让这个外风进来 新加坡一定要把这个文化 传统文化维系住 那就要靠大家都努力 这股外风绝对进不来 当然马来西亚也是很重要 也不能吹进去 马来西亚也是个未来 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 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也要保住这个传统文化 在那边生根 你看短短的 不到一年 事件分尸病案 大家都无动于衷 麻痹了 三件为情 一件为财 为毒品 整个系统崩溃 这个叫系统崩溃 教育系统 伦理系统 道德系统 英国系统 全部全面崩溃 那杀人是谁 杀人分尸案是谁 小孩 他父母没有交好 其中有一件分尸案 他父母还袒负他 警察都已经追到他家了 他还袒负他 他儿子不会干这种事 是他儿子杀的 另外一件分尸案是 那个女孩子 他觉得人生可能无聊上网 在网交 发生网交命案 所以我刚才现在说 现在都跟随时 跟网路写 那网路也带来危机 也带来什么 杀生之祸 所以父母必须要去重视这一块 不然你这辈子辛苦赚了钱 累积的家业 家风 可能会回在你第二代的手中 所以你一定要去清静散法 人是可以改变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两年前我来的时候也没明道讲堂 丁博士跟 这个郭博士也是一般的企业家而已 两年不到改变改变了 你一直不给他调教教育 他还是公司的主员而已 公司的员工而已 他还是朝九晚五上下班 可是你让他接受 他觉得这块文化跟我在职场上不太一样 他的心境转变了 他整个医报跟着改变 整个公司和谐 等一下我都会一一讨论出来 拿政绩给你们看 所以不学也不知道 那学了才知道 那个道不是说你知道 那个道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本体 你只要心转了 一切境界都转 天下就太平了 所以 信任大家都为主生求福 希望主生赶快多有福报 一直给他钱 一直满足他的欲望 一直纵容他 一直宠坏他 最后背叛的叛逆的也是他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有生之连 在你离开这一起生命结束之前 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为你这一家传承下去 我们拜祖先祖都流慌 那你必须要流慌 留什么留教育下去 所以顾单位一家用财 不单位一家铺财 现在大家都炫耀 台北就曾经发生一个 婚士兵小孩子 他父亲是餐饮业的 做什么 我们台湾叫做 你家里办婚商喜庆 我整个团队过去 就办一百桌 两百桌那种的 半桌 我们台湾话叫半桌 简单讲移动式的餐厅 他赚很多钱啊 赚了好几亿啊 住在别墅豪宅里面啊 他在中国大陆也投资啊 他土地后来电力公司要设定塔 买他的土地也拿到五千万啊 那福报都到了啊 得不够啊 承载不了这么好的福报啊 几亿啊 然后加上 行业里面当然结了很多怨气 那这个厌气 那这个厌气就是什么 来自于我们讲做 作为 执女 夫妻见识 总不离开 报恩报恩 讨债还债 其中那个就可能是 讨债来的 他 第二个老婆的小孩 第一个老婆生女 没事 离婚啊 那第二个老婆是 那个小孩就有问题啊 大学的时候 就买跑车给她开啊 在学校当公子哥 呼朋隐叛的 泡夜店 喝酒 拉逢 不读书 常常在犯学校 犯到没有学校可以读 最后怎么样 物欲欣欣 迷惑颠倒 重情至极 最后失去人性 最后 他的人性 堕落到地域里面去 所以老婆上说 本来我们是佛啊 是一修一步法啊 一直扁对 一直扁对 最后堕落到那里 最后堕落到地域里面去 从佛一直掉 一直不如一致 掉到地域里面去 最后他就变成 地域的种子 跟他同学也好 交了几个不良的朋友 到他家去 他父母亲出去应酬 台湾的实业庆典 出去应酬 兄弟会 回来以后喝了很多酒 父母就上床睡觉 他跟他朋友就讲好 我杀我父亲 你杀我母亲 各杀50刀 断手断脚的 脖子都快砍断了 在台湾发生这件面的时候 当时震撼整个收尾 大家都痛苦不堪 说怎么会发生这种逆轮 因为逆轮是什么 逆轮是斗RB第一 永不超生 照第一章节里面讲是 永不超生的 不可能让你超生的 你做人机会都没有 出来都是当畜生 没有教啊 父母亲忙一辈子赚那么几亿有什么用呢 他还不走啊 所以刚才一直告诉各位说 为祖孙造福就必须要记得 有德就有福 有德就能改变命运 有德就可以像圆老环先生一样 求长寿多长寿 求富贵多富贵 求偶尼多偶尼 求公民得公民 甚至求佛都可以做得到 那你为什么不照圣贤教义来做呢 为什么不听佛 活菩萨的教诲呢 所以要为一家用财 怎么用钱 我们父基督说 赚钱很容易 花钱很困难 我跟他补一记说不是 赚钱靠福报 用钱靠智慧 有福报 钞票跟着你走 福报跟着你跑 因为新加坡币跟台币都一样 他没有长脚 但是你有福报以后了 你两只脚跑给 那个没有脚的追 到两次你要去追四只脚 对不对 那你读圆老环先生就知道说 圆老环原来也是要追四只脚的 那后来他 他都被算准了 他短命了 53岁 8月是要丑时 那一生功名 最多只当到四川的小县县长 考数第几名都跟他算出来 现考第十四名 辅考第七十一名 提携考第九名 提携考就是神考 全部都对啊 最后跟他讲说 你这辈子吃的国家俸禄 米啊 林米啊 只能吃九十一担五斗 最后全部都算准 他就失望了 最主要是为什么 因为活到53岁 他觉得太短瘦了 8月是要丑时 干脆到七霞山去 静坐三天三累 碰到他第二个贵人 引古会禅师 开导他 改革 行善 积德 创造自己的命运 立命 然后改革 积善 然后教导长 最终还要谦德 这个谦德不容易啊 疫情里面啊 只有牵挂六窑阶级 其他挂都有好有坏 就是牵挂六窑阶级 六窑都好 那牵挂从哪里写 牵挂要从德行写 所以 为祖先造福 不要为祖先求福 那钱怎么用呢 就是 当为一家用财 不当为一家扑财 扑就是献药 像刚才我讲那位厨师 那位做伴招的 那个老板 他最后 他被他儿子砍死的是 他平常在砍猪肉的那把菜刀 特别利 那手脚都被砍断了 所以你说世间到底 也没有因果报应 没有天然 确实是看不出来 但是佛告诉你 因果有 真有 因果不是佛发明的 是他本来存在 是佛看到真相 讲出来的 现座现报 现座生报 现座后报 现报生报后报 生报是下一次报 后报 二四三四无量四 以后才会报 老头上说还有个不定报 所以这里面 改正一篇教我们 继中党广述修 旧方简 住一集 此用差也 简单说 继中党就是 帮助左邻右寿 帮助家乡的父老兄弟 我们现在讲说 帮助新加坡苦难的人 不是只有帮助我们同中同主 其他中的我就不理他 其他组就不理他 不是 只要有苦难留去帮他 就叫继中党 那广述修呢 修修是古代 供养给孔子老师 这些薪水叫修修 就一束肉 一束干肉 叫修修 广述修用现在讲什么 叫办教学 像明道讲堂这个企业 就是广述修 大统书在那个也叫广述修 他就是办教学 是怎么叫教学 是把人一笨变成聪明 把业障重 教到没有业障 把凡乎教成变圣贤 把凡乎教成佛菩萨 就简单讲是这样 把烦恼很重 教成没有烦恼 这样叫做广述修 就是教学 因为建国精明 教学危险 你什么都像教学看齐 国家的目的 就是为了教育 那教育的目的干什么 回归自信 让他恢复他善良的本性 那旧方简 旧方简一直就是洗腹 节俭 我们新加坡第一代 第二代都很节俭 但是到第三代 第四代 也不见得会节俭 那节俭就是腹 你有腹就有寿 就有鹿 虎鹿寿 你看腹摆第一个 有没有 鹿摆第二个 瘦摆第三个 你只要洗腹 以前先化上人 在美国办教育 办国学院的时候 他后来得了一个大富 很有钱 他怎么去负责 这老法师说出来 他有一天跟先化上人用灾 先化上人是也可以修得 不错的一位高僧大师 他已经远挤了 他在美国创办那个万佛城 很有成就 把佛华带到美国去 他在吃饭的时候就是用一张卫生纸 从吃饭到结束一张卫生纸 折了不能再折了 折完以后就放在旁边 最后还可以用 那位居士看了非常赞叹不宜 这样的法师 这么洗腹 一张卫生纸从头用到尾 没有再放第二张 结束以后跟 先化上人说 报告师傅 你要盖道场我全部付责你 不管多少 就位大居士供养的 我昨天在上课问 新加坡有位大山寺里面知道吗 大家都不知道 我说坦产老法师 大家都不知道 没有见过 他是菩萨塑现在新加坡 在哪里 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没有城隍庙 在城隍庙卖箱跟卖蜡烛 一字箱能赚多少钱 一对蜡烛能赚多少钱 微博的利润 到美国旧金山大绝联社 70万美金 他出40万 占一半 那个福报才大 他不是故意修福求福 他也不是故意要赔福 他是做本分事 他是菩萨 菩萨是为众生服务 我们称他叫菩萨 都想到重生那个叫菩萨 想到自己的就是凡夫 所以两文字里面讲是 一念为自己就是凡夫 就是烦恼 就是自私之力 坦产老法师修得很好 然后他中国大陆福建 有个大爵士 也是他盖的 他在新加坡是城隍庙卖箱 美国就是在大爵连社 福之后大爵士都是他供养的 坦化的坦 坦中的坦 修得很好 他完全是菩萨视线 然后法师到他的毛棚去拜访他 他买矿天水供养老法师 他自己喝什么 到后面喝自来水 这才叫做菩萨 菩萨因为是把众生当成佛 我们是把自己当成佛 其实我们不是佛 我们是假佛 糊涂佛 不是真佛 本来是佛可是没有错 可是修了半天修了半天 变成糊涂佛 还有变成睡觉佛 吃饭佛 其他什么事都不行 是不是 谈谈老法师 你要说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作门道 老法师一看高人 看来看 矿钱有就看出来 矿钱代表什么 情境 所以刚才特别跟各位讲说 企业家的第二代问我说 老师什么叫智慧 我说智慧就在数项上 数项上就有智慧 智慧跟事是不分开的 事跟理是不分开的 理要数去显现出来 理是用只有事 去把它显现那个理 那事也要缓照到这个理 理事是不够的 所以修行到最后是事事无碍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事事无碍是什么境界 佛的境界 佛菩萨的境界 华元的境界 那位谈谈老法师 就是事事无碍 老法师喝矿钱水 他喝自来水 他是什么 刚才讲旧方简 他是节简 所以他福报大 那他吃饭 一碗白饭一道菜 他没有吃什么大餐 什么你给我叫好一点的面 好一点的水饺 没有 但是不分别 不执照 他没有妄想 这就是佛 最后老法师问他一个问题 说 你这样拿那么多钱出去 尤其是中国大陆都是观光道场 收门票的 你这样不输 他就给你乱用钱怎么办 你猜他怎么讲 他很有智慧 我怎么供养是我的因果 他怎么用钱是他的因果 跟我无关 还厉害的啦 你要怎么用钱 你要透地义 你要不按照规矩办事 那你要不珍惜众生的因缘 那你自己看着办 你自己争走争走 那我没有办法 那我怎么供养 我供养是亲近心 我是孝顺心 我是平等心 我是恭敬心 他就真的可以有资格讲供养 那布施跟供养差在哪里呢 我告诉过一个俩门 你什么都是说 我真的很恭敬 那这甲修真 我真的很诚心的供养 我真的很诚心跟你道歉 我真的很诚心跟你讲话 你要是不为什么叫真诚心 菩提心 曾国环先生说 以恋布施生为之诚 无量寿金那个注解 黄念祖老基督说 我们总不知道 菩提心什么 菩提心就是亲近心 可是因为你习近毛病太重 你见不到菩提心 那黄念祖老基督跟你讲一个方法 说你做到太诚恳 诚恳到急住的时候 比如说我忏悔 对不对 我忏到急住了 那个就是诚 那个就是什么 我真的会灭罪 会感应到这样 为什么我们现在灭不了罪 为什么我们没有呼报 我们不够真诚 你真的真诚到急住的时候 那个菩提心 啪就跳出来了 那菩提心一出来的话 一发菩提心 即诚等正觉 那就是菩萨 所以 弹展老法师 你看他修这么好 永远是这么悲下 但是他最后成佛了 那么 我到福州大爵士 本来我是去福州 阿弥陀大方殿 去那边办一点事 就被人家知道以后说 黄警官你一定要到大杰士 那个地方是 唯一弘扬老法师的这个尖教 我就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那些 那些法师平常也在分享我的因果教育 知道我到了 黄警官等一下 我们在打佛义跟八观在这 你等一下务必跟我们开示 我说我哪里敢 你们和尚比丘尼都修得比我好 我不敢 他是人家好意 我也不好记住 他说 谭展老法师 骨灰在我们地上 你要不要去 我说在哪里 我就下集 我就跪下集 跟谭展老法师祈求 我说 哎呀 老法师 我非常赞叹你 非常的仰慕你 你是菩萨 我师父常常提到你 我说你的故事 我都在讲课里面 跟大众分享 我说你等一下 真的要给我加持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我一坐上机到结束 一分一秒都没有减少 回过头问 他说有没有给我录影 他说没有 有没有照相 没有 我说太神奇了 我讲课讲那么多诗 从来没有这种感念的 那就是佛力加持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只要真诚心 佛力就给你加持 你要是没有真诚心 活不完他也知道 但是你如果贪心太重 惩心太重 你也是很厉害 我给你加持 增长你的贪生吃 到处跟人家嫉妒 到处跟人家斗争 弄的人际关系特别差 没有人要跟你在一起 所以怎么修你应该都知道了 那后来和尚你跟我边讲 谭长老师边讲边哭 我说和尚你怎么哭了 他讲我这个书太伟大了 我怎么伟大 他说就是菩萨跟佛 所以菩萨跟佛 我跟你讲都在新加坡 你们都不知道 他来过新加坡 住几十年 在城隍庙你都不知道 说不定他就是地上王菩萨 他就是地上菩萨的化身 所以我们这两位法师 恐怕也是阿弥陀派来的 来什么 来扶持我们的讲课 他也是阿弥陀从马来西亚 把他请来 因为我们都是居士 阿弥陀说去给他们鼓励鼓励 这派两位法师代表阿弥陀 来给我们鼓励鼓励 结果坛产老法师的骨灰 为什么这么多 包括和尚你这么 赞叹他老法师赞叹他 就那个骨灰 那个骨灰要经过福州机场 因为和尚你从新加坡 抱着坛产老法师的骨灰 回去福州 那个海关的关联就是 不行 那个骨灰坛就放出送袋 跟行李一样 他说不行 那是我们师父 他是佛跟菩萨 什么佛菩萨 放下去 放下去 结果一放下去 输送袋以后 他输送袋一经过以后 前面有个电脑摄像 要看它是里面什么东西 结果跑出来 那个摄像从头到尾 坛产老法师的法相全部浮出来 这个人说 他说我师父 怎么变成在我们电脑里面 拿走拿走拿走 把他吓死了 为什么 坛产老法师也说 你要学佛 至少也要保持善良的心 要知道因果 要恭敬三宝才有福 他实现给他一个教育 因为他迷惑颠倒 他愚痴 没有智慧 所以贪嗔吃哪个重要 我问你们 贪嗔吃哪个重要 贪 你说贪是不是 哪个刚才说吃 那你有智慧 你也有智慧 但是他只要技高一筹 只要有智慧 就没有贪跟撑了 你就生气生不起来 你就不会贪爱 这没有智慧 就三个全部沉沦 全部掉下去 所以智慧很重要 所以 这个旧方简 就是要习福 我刚才特别 谈产老法师 跟你们分享 那做一级 什么善事 只要对的 只要是正法的 你都去扶持 叫做一级 好事我们都要随喜赞叹 我那天在讲库 跟大家讲说 不是出新加坡币 叫做随喜功的 不是说出新台币 或者新加坡币 我就做善事 不是 做义工也是做善事 做义工是内财布施 出新加坡币 是外财布施 然后法师说 做义工比外财布施还好 为什么 因为做义工很多状况 所以我在 长城集团 跟大家义工分享的时候 他说做义工会不会退转 我说当然会退转 这个境界 考试不通过 人家在给你修理 人家在给你 我入人 人家在给你辱骂 你就会退转 不想做 我在家做善囊 那就要干嘛 来这边受罪 对不对 那我就告诉 那些做义工说 你要把每一个工作 都当成阿弥陀 派给你的工作 那我怕大家听不懂 我特别挤那个广经老和尚 我施工 有一天跟他的徒弟 比丘尼到后山去进行 那后山有一些花园很漂亮 那个比丘尼就说 那个法师就说 叔叔啊 你等我一下 我回去拿剪刀 我把这些花剪起来 插在花柄里面 到大雄宝殿供养佛 广经老师说 放在这边不就可以供养吗 你为什么拿到大雄宝殿 才叫供佛 这边就不是供佛 那个比丘尼 惭愧到无地注农 这个才是菩萨 菩萨花广大心供养十方佛 那个花供养在路边 连人都可以看 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 那不是花广大心供养十方佛吗 哪是你剪掉以后 拿那花瓶插到佛堂 才说供佛 会修不会修插在这里 会修广经老上就是菩萨 你就是凡福 所以你放不下这个贪生痴 纵使喊破佛龙亦妄然 就是你练佛练到佛龙都喊破了 还是不能往生 还是不能成佛 为什么 关键在 你放不下那个贪生痴 那一练想把它捡起来 拿到佛堂去供养 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善事 这还有带贪在里面 还有带一个供养在里面 所以旧方简注一己 这个都叫智慧的 所以你有智慧 你布施慈悸忍入精进 通通变功德 你要是没有智慧 布施慈悸忍入精进 通通是福报 我们在座有学谱都知道 布施慈悸忍入精进 禅定玻璃 前面五个是培府 到玻璃它就玻璃 就六度玻璃 玻璃什么意思呢 就此岸到彼岸 此岸是什么呢 此岸是新加坡岸 彼岸呢 马来西亚吉隆坡 那你要过去要开车坐飞机 对不对 那这个中间那个海峡 那个海峡什么海峡 马六甲海峡是吧 马六甲海峡代表烦恼 你过不了这个生死海 我现在先赞叹马来西亚了 新加坡代表烦恼 你要烦恼到达马来西亚 没有烦恼 那怎么办 要一条船 那就是什么 就是佛法 就是三宝为座 以法为座 三宝带你过去 到马来西亚以后呢 法上映舌 活贯会化 那船也不能背在床 背布上背上去 那法子要破掉 卧子要破掉 那你就解脱了 那叫菠萝蜜 有智慧叫菠萝蜜 昨天他们请我吃 新加坡的菠萝蜜水果 此菠萝蜜挥比菠萝蜜 那个菠萝蜜是解脱 六度菠萝蜜 什么叫菠萝蜜 我放下来了 对方也放下来了 我像人像 众生像 他总是都不起我 他在那骂我 他在那侮辱我 那个也放下来了 我就带个烟气 这个你说谁会有 大家都会有 老师也会有 我也不是天生就这么厉害 这么自在 所以佛是修成的 菠萨也是修成的 所以没有天生的释迦牟尼佛 也没有天生的阿弥陀佛 都是修出来的 我在十几年前 当组长的时候被贬官 我两次被贬官 第一次被贬官 去受菠萨戒 第二次被贬官 成立校园讲堂 我现在才知道 这个是佛菠萨给我的最好礼物 转恶言 转逆言 为善言 转善言 为敬言 这次为什么到新加坡来 也是这个因言来的 所以你到最后 你都要感谢一切的因言 善言当然是增长你 逆言也是在增长你 所以道法是说 三人行必有我是 其中一个是善 一个是恶 一个是你自己 会修的 三个都是你老师 到最后你通通要感谢 要老公常常挑你毛病 老婆常常跟你唠叨 那个都是佛菩萨在飙 你要是用亲戚心看 每一个都是佛菩萨在发现 故意在提醒你 所以都告诉大家 也告诉我自己说 每一件事情在起心动力的时候 都佛菩萨告诉你 往天堂走 不要往地义冲 但是众生往往忘记阿弥陀佛 所以不是拿念注叫做阿弥陀佛 这根层接住就要注意 就要关照 都是阿弥陀佛 慈悲提醒说 不要起承恨心 不要起嫉妒心 不要怨恨心 那都是阿弥陀慈悲的关怀 慈悲的提醒 祂在救度你 祂在告诉你登彼岸 可是众生从来不知道彼岸在哪里 原来在我的这一任心 祂一转过来就是彼岸 转不过来 此岸痛苦得不得了 那转过来到天堂 所以天堂跟地 其实在坛子之间 以前唐代宗的宦官 宜朝恩的 非常的坏 他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包括宰相的树他 恶劣得不得了 心地非常不好 那慧中国师是唐代宗的国师 那当然国师很会度人 那次讲无名 讲玻璃 那个宜朝恩宦官就故意问 慧中国师 什么叫无名 无名问无名 他满身的无名在问无名在哪里 那慧中国师很会教 皇帝也在旁边 他说那你是积品官 我是 你不知道我是义品官吗 你在皇帝旁边当国师 我当然是义品官啊 你义品官也 呸 问这个问这个 呸 稍微再吐个口水一下 但法师不会吐口水的 不得了了 开始生气了 那箭就拔出来 那个慧中国师 无名就这样生出来 第一门已经打开了 因为皇帝就把他 瞪一下 你怎么对国师无礼 他不好意思 今天就收回去了 那那个慧中国师 天堂的门已经打开了 所以你老婆天天都给你 开天堂跟第一门 你每天都在第一 转来转去都转不住 真可以压害啊 你老公天天在跟你开 天堂门跟第一门啊 我们总是在天堂 第一转的时候 转不出去啊 所以你要记得 每一件事情都是 阿弥陀佛慈悲的关怀 慈悲的提醒 你要这样想 就刚才广经牢上 那个意思 你放下我 放下说 这一朵话是我供养的 不要这样去讲 不要去做佛都知道 菩萨都知道 最后你的清净心知道 你就开智慧了 为什么转不了苦境 为什么老是在认为 就是这个东西在作怪 放不下我 放下我最少阿罗汉 小圣是阿罗汉 大圣是原教初庆位的菩萨 开悟了 悟后几修最后成佛 所以每一家都有 家家难念的一本经 可是你会练的 变成弥陀经 不会练的苦经 怎么练都是苦 解不多这个苦 所以今天我告诉各位 就是从这样去修 从哪里修 根层接触去修 练佛读经 这个就全方便 让你修定 到最后 还是要在境界中理练 六十大书说 轮到上尊 义得见之 什么叫轮到上尊 兵方马乱 还是足足不动 以前 在下项集的时候 回水之战 那才立下高端 下项集的时候 下面 他的部署来跟他通报 回水大战 大捷 已经把敌经打败了 好 继续下项集 最后人家问他说 回水大战打赢你 怎么还足足不动 这些小孩子在办的事 因为他的亲戚 在当将军 小孩子在办的事 没有什么 你看那个就是禅定智慧 那只是一个将军而已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有定有慧 这个就是高度的修行人 这是我们所说的 他心常在定中 都有智慧 他能够转进 能够扶自己的烦恼 修行就在修这个而已 这个修慧了 见阿弥陀不困难 就在坛子之间而已 林子大师说的 七生必寝间往生极乐 七生就是所被送回来 再送出去 所以这个道理 你用在公司企业经理 也是一如翻账 你说这个员工很难搞 这个很刁丸 你就只要记得老师 今天跟你讲的 人可以教得好 你不会教 是你笨 你不会教 没有笨的员工 只有笨的老师 对不对 梁老师对不对 不是学生笨 不是小孩子笨 是父母笨 不会教 是老师笨 不会教 你会教的 他都可以教成圣贤 他知道老华是人会教的 你知道他怎么教 他也不敢教他母亲 我告诉你很多东西 我也刚才告诉连流 笑跟顺 什么叫做笑 顺就是笑 你就顺了他就好 就是笑了 笑到最后天下的父母 都是你的父母 你也可以把太太当成老父母 你说顺他 你就孝顺他 你只要顺他 他都高兴了 对不对 老师现在就有这个能力 我说 顺你 其实我自己的习气还在 顺顺顺 没有办法 现在是黄老师 不是黄警官 黄警官还可以拍桌子 现在已经转换角色 变成黄老师了 不能够抓狂 不能够生气 顺你 你只要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的 以前是一年 我喜欢 我怎么不可以 对不对 现在是 只要你喜欢 什么都可以 就好了 我发现这招很好用 那有时候 我忍到不行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就默兵不讲话 我也没入听 但是不想讲话 这样就好 隔了两三天 好了 所以烦恼要找他 也找不到 那智慧用他 也不晓在哪里 其实两个都是一体的 你只要转到那个烦恼 智慧就跑出来 这是我的一些生活体验 就是我 学佛的道理 剥夺教的道理 我把它用在 人情事故上 待人事故上 我发现非常好用 我也不希望你们听了半天 圣贤教育 听了半天 传华教育 你只会用在课堂上 一出去 全部不行 就跟一朝恩的一样 箭就拔出来了 太太两句话 老公整几句话 箭就拔出来了 家里就积钱不灵 那刚才不是阿弥陀佛吗 回到家变罗叉 已经不是阿弥陀佛 跟老公就闹得一大糊涂 所以要会修 会修什么 根本修 所以 这个呢 就是说 既中党 广世修 旧方简 住一级 这是会用钱 会用财 那么迷宫院 焦锅五 奢宴会 祭宝丸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房子 建得太好 你看 我们现在说 郭博士来讲的话 他那个房子很漂亮 豪宅 可是那个地方 已经变佛堂了 然后法师去那边 开示过 法王也去那边 他供养他 那法师你记 他们也会供养你 然后他过年过久 请大家去那边 大家能够听散法 大家那边都有一些身体病痛 他请这些国内来的 一些大陆来的这些老师 这边帮他们调理身体 在他家 他家变什么 他家并不是豪宅 他家变道场 他本来有这个大福报 住这个大豪宅 他把福报分享给众生 就像宋嫂范仲淵一样 他跟他讲说 你家那个祖坟 是绝子绝生 那个祖坟绝屑 不要葬在那个地方 就是他父母 幻聪恩他是一个菩萨 他也不会说迷信这个荒水 马上去签坟 然后人家说 你苏州那个房子 可以出好几个状元 他说那为什么 不让苏州人出状元 为什么是我幻家出状元 他就把他改成书院 这个就是书院 就是民道奖堂 事实上就是民道书院 郭博士 把他家变成道长 大家都可以去那边共修 我在长城集团讲课讲过 他连猴子都可以去那边共修 共修什么 共修平等 什么共修平等 他家水果全部都被吃光 那就平等心 他家那一棵树 那个水果都被盒子吃光 盒子吃光没东西吃在哪里 到侯厂去拿水果 他也不拉死拉尿的 他跟郭博士跟店博士 共修什么 他也是跟他共修平等心 他来考他说 你是不是真平等还是假平等 郭博士也没生气 你爱吃你就拿 拿了就走 我也不惹你 你也不要 不要在这边拉死拉尿 他很规矩 所以那个已经不是 迷宫院里面那个豪宅 他已经变到场 连东西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地方就是净土 所以昨天郭博士跟我讲个笑话很好笑 他那边露天的会客是不是一个土地公吗 土地公刚好首要叔叔要送神 土地公上天庭上报好事 坏事不要报告 那叔叔要上天庭报告 土地公暂时离开 只会回到天庭去 还没有回来报到 那侯族都知道土地神不在 把他水果吃光把香炉还打翻 他就说出啦 因为神不在 他就把他打翻 总而是讲这个笑话 那 他的这个公司是在盈利的地方 盈利我们讲说 是赚钱的地方 他是他把这个地方开闭成一个讲堂 那这个地方呢 已经不是公司了 就变成民道书院了 大家现在来就是在学习圣年交易 就是一个交易 已经变成民道书院了 也可以讲民道学校了 这个是什么 讲学 教大家什么 教大家成佛 教大家开智慧 教大家解脱 教大家幸福 没有在哪里 这就是书院的功能啊 所以我也鼓励其他企业 学这个精神 在自己的企业里面 挪一块空间 当成书院 至少你办共修 你自己员工共修 共修不一定要送阿弥陀金 当然你能够有抽一个时间 送阿弥陀金是很好 练佛很好 你要看 要看各种根基 观基 度教 众生根基都不一样 有上 中 下 你慢慢在度他们 好 再来 你不会修的 豪宅 招货来源 我上课也讲过 我们桃园有一个豪宅 你要去中正机场 都看得到那个豪宅 漂亮得不得了 是一个名利代表的房子 所以他这个是怎么样 他就不懂这个什么 叫造福什么叫求福 他不懂 他没智慧 他就把豪宅装得很漂亮 有一天住在里面 晚上要睡觉 小偷来了 小偷偷不到变强盗 因为怕他去爆弯 就把他双手还绑 就把他贴胶布 死了 死他自己的豪宅里面 我们台湾中部有一间豪宅也是一样 他豪宅装潢得很漂亮 都是进口材料 太太住在里面 三四个小偷住在里面 他跑出去应酬 晚上搬一回来喝醉酒了 在里面抽一根香烟 结果不小心酒醉了嘛 就把他丢在地上 都是一栏路 整个豪宅一夜之间全部烧光 所以财产是五家共有 佛陀公文讲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我们俗话都会讲 身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我们用的 只有使用钱 没有使用钱 大家都会讲 但是进进来都做不了主 所以我们有一个捉烘弊 就可以了 问题要在想 心要在道上 心要去觉悟这一点心 这位住豪宅的人 他最后 消防队来的时候 他出去讲一句话 早知道 我不要装潢这么漂亮就好了 这个就是什么 他没有智慧 叫郭武 就是每天流连在舞厅里面 在酒吧里面 这个叫叫郭武 这叫堕闹场 设宴会 每天就只到应酬 一拖接着一拖 喝到酒醉换饱 到半夜才回家 把自己身体都搞坏 我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 从最低的里长干到 中央的民意代表 结交达官贵人 想要教他的子弟 能够接棒从事政治工作 他早期还非常不错 还会懂得做善事 到后来我就签不动了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签不动了 所以我就是看到他这个人 从高楼起 又高楼塔 整个都毁掉 这个家后来毁掉 为什么 因为他儿子后来 选民意代表 他最后晚年的时候 进国红酒 他用红酒去贿赂选民 最后被人家挤花 两人 父子都被起诉 最后 这个家也开始败了 他六十几岁 死于肝癌 你看喝酒 到最后一生都在应酬 设宴会 到最后自己进国红酒 要喝自己来喝 喝不完 最后就喝在这个肝癌里面死掉 聚宝碗 都收集古董啊 这个争取义物啊 发了很多钱 都不晓得 要把它拿去布施或去供养 或者做行善积德 不是 买了一些宝物呢 就在那边说什么 来炫耀啦 来典藏用的 到最后也带不走 此铺茶也 有一次我在过年的时候 我去祝恋 人家告诉我 黄警官 那这个台北市建坛那边啊 有一间豪宅董事长往生了 你赶快去跟他助练啊 我就过去了 一助练那个董事长冷冰冰躺在客厅 没有人帮他助练 那我就问啊 为什么这样死掉呢 他说因为过年啊 清洁房子啊 就 站在自己的平常会客的沙发上啊 那个古董佳祭上面啊 很高级的古董佳祭啊 就在那边站不稳 摔倒 就死在自己的客厅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平常会客的地方就是他 他死掉的地方啊 最后他太太也不敢下来助练 因为已经变成鬼了 就不敢下来 我说你有什么不跟你先生助练 他已经变成鬼了 我怎么还下去 我说他是你的爱人 不是他现在已经变鬼了啊 但是你回去不能跟你太太说 王警官说恩爱夫妻一笔勾 你还是要变成同餐到底 你要才一起共修 同生即六果 你不要说我讲的时候一笔勾 我没有这样讲 我只是说你要学习 慢慢放下这个秦子 有一次我去助练啊 有一个警察退休的巡主 他说忧郁症啊 他女友来找我 王警官 你要跟我爸爸开市 我说你爸怎样 我爸是古丁分级的行主 我听到警察就有感情了 我说好好好 我去跟他开市 我说你爸怎么样 我爸是中风啊 变成忧郁症 主不出户 不想走出去啊 很忧郁啊 啊 后来 我说等老法师回来 我为他皈依啊 后来他们隔壁多久 就死掉了 就在一个助练室里面 我去跟他助练啊 我助练那冬天很冷啊 那时候又很冷啊 我第二天早上七点 在台北一家大学演讲 大概六点多就要出门 那时候这条电话 已经十二点多了 因为我自己有发一个愿嘛 所以谁找得到我 我一定去嘛 不管多远我都去嘛 结果打电话来 我突然就烦恼起来 我还是有我知 为什么我明天大喜来找演讲 他就说你不是答应我来讲吗 我那时候想说 我又不是开保险公司呢 后来马上起这个烦恼 你说不对 我说我不是花这个根本愿吗 这大愿吗 学弟让我们不上 谁找得到我就去啊 我他说 好好好 你不要哭啦 我去 我去了 我就去了 去了 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跪在那边跟他说法 在还没有说法以前 他儿子是万法分歧的警言 也不会自恋 看着父亲冷冰在那边 我后来跟他讲 他知道我是副分局长 我说你明天回去啊 跟同事不要讲说 啊 黄警官在太平间啊 跟人家助恋 不用说啦 也不用跟我打广告 不用先啦 我跟他开始开始他很感动 我说你最后 就这个时间报恩 你父亲生你这一辈子 没有他你今天 没有办法干警言 你没有办法这么大的福报做警察 啊 他被我被说 哭啊 一直哭 副作我一定答应你 我祝恋到天亮 我帮我陪我爸爸走最后一程 后来他再过来 大陆来的一位女子 她是 这是外省羌 外省阴 老公啊 天气很冷啊 你自己听佛话 我会自己睡觉啦 就是这样 我当时摇头说 抱一辈子也不过是这样而已啊 他回家睡觉 比老公重要 没有写佛就是没有智慧啊 你不能怪他 对不对 他没有到明道讲堂 听这个佛法 听这个圣教都不会啊 是不是 所以不学不知道 然是可以教的好 只要你肯教 一次的地址都可以变成聪慧的 地址 一定可以做得到 啊 那么 这个 此铺茶也 用财损而易 铺财万而易 你会用钱有智慧 虽然你看起来说 我兼钱出去好像有损失 对不对 右手出去左手进 就你布施啊 你去外面贪污来的钱 他叫什么 摄得财啊 你这个拿的红包是施得财啊 施得财 冤枉了 这个中国的话很有哲理在里面啊 啊 这个 来得不明 去得正好 你突然间赚那笔横财 去脱来的 来得不明 去得正好 有人帮你败掉 有人帮你化掉 去得正好 这叫做什么 这就是说 他没有智慧 那叫铺财 会用财 损而易 好像有损失 但是 右手出去左手进来 比如说 郭博士他做很多好事 捡钱啊 诶 活菩萨老天 就互练他 互练他什么 互练他 这笔钱捡出去 他突然间又这笔订单 进来了 我在长城集团 都讲我的好朋友 张同商江苏董事长 真是台湾最好的企业家 付出我们世界的万人念佛技主 我不是说他付出我技主就是 表示说我很感谢 但不是 我一次看TVBS报导 台湾的电视台 我跟他讲说 台湾台东有一位法国神父 非常慈悲 照顾本地的这些穷苦人家 他一个法国神父也不是台湾人 就是以恋悲心 他觉得这些智障的这些男女很可怜 他没有谋生的技能 父母不要他 家庭不接受他 到处流浪 他把他们收容起来 他要盖一个收容之家 就智障耳收容之家 大概需要台币五千万 我看到TVBS台湾 一步一脚印 我看得很感动 所以我跟告诉各位 眼睛也可以布施 耳朵也可以布施 你听到一件上法 你就跟人家通报 我知道郭博士在号召一件好事 你们要不要随喜 一百块新币也可以 你耳朵听到了 那这一百块播出去 纵使不是你尖的 你也修到福报了 你尖的你也一起修到福报了 所以我讲过一再根道告诉大家 你从心下去修 眼睛看到耳朵听到 鼻子修到舌头肠道 六根都可以修福报 连手脚都可以修福报 你要是不会做 我昨天告诉我们企业家的第二代 你帮他跑腿也是福报 他会感谢你 你帮他提个皮包都有福报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 你又修到福报了 改天他帮你忙 人都是有这个善良的本性 所以我上次也跟各位讲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善良的本性 我特别提那个王阳明 王阳明你都知道吧 王阳明就是理学大师 他不是有一次被强盗集团 把他抓住了 那强盗集团这个首领 知道他是王阳明 是讲理学的 讲这个心性的 王阳明就讲心性 就讲人的性的本来是善良的 那强盗就问王阳明说 那我也没有心性 我也没有智慧 王阳明说你也有智慧 你也有天良 你也有心性 人性本善 真的假的 我现在变强盗了 你讲出一个道理出来 让我心无口无 我就放你一马 王阳明就告诉他 好 那你现在听我的话 把外衣脱掉 他就把外衣脱掉了 你再把裤子脱掉 那裤子脱掉了 那再把裤衣脱掉 剩下内裤 再把内裤脱掉 不行 这裤子就被看到了 前面被看到 他说这就是天良 这就是信德 最后他慌到一马 不杀他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各位 连理学家 连辱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任何人对他善良的一面 只要你肯拉他一把 所以坏的小孩 是你把他宠坏的 不好的员工 是你把他宠坏的 你把他带坏的 是你笨不会叫他 你会叫他 他一样变成一个很好的干部 很好的员工 你把他学生开革了 你把这个学生赶跑了 你把这个员工开革了 不能解决问题 江总统长就是一位大菩萨 他就是什么 他用财者孙欧英 他真的是孙欧英 我拿证明给你看 你就心服口味说 企业家确实要为社会做事情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企业家是承担整个社会的交化责任 所以我跟他讲完以后 江总统长马上知道 奥法部说到台东去见他 见他以后呢 他了解是事实 他当时有拿支票出来 上面写着一千万台币 人家为什么现在是几百亿几十亿 想千金资产者 必定是千金人物啊 想百金资产者 定是百金人物 因为他过去就布施百金了嘛 你只有布施一金而已 那只能拿到一斤的福报啊 一两房金了 他布施一百两的房金 他就拿到一百斤的福报 天地很公平 没有偏水 所以后来 最近的事情 他机场工程有两个案子 时间到了 合约打七年 必须要重新开标 我们也都为他紧张 而且整个议论 也对他好像很不利 那整个议论 有点被影响了 国际几个品牌啊 DFS还有几个大厂 全部进来 包括韩国洛天籍的 我们都替他担心 他已经做最坏打算 他跟员工讲 他跟干部讲 我们做最坏打算 标普到机场的员工解散 我问他说多少人 他说一千人 我说不得了 一千人一家四口 靠这份薪水够日子 四千人没饭吃 那麻烦大了 那我就每天奖金 我就为他回向 就这个人 一定要让他善有善报 恶有报 绝对这个是定例 老和尚说这是因果 古代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是这样 这善有善报 恶有报 你一定要相信 这不是佛发明 或是佛安慰我们 是真有这个事情 那你为什么 没有得到善报呢 功德力还不够 你业障还在 你照度做得还不够 服务还不够 你厚了 结果厚多载物 你就有了 结果呢 叫我开标前 我就很紧张 我说 而且那个主办方 那个单位的所长 又对他特别印象不好 想尽办法 要把他搞下来 弄下来 不给他得标 就好像说 这个学生都考第一名 他很努力在做 老师就偏偏说 我就不给你第一名 哈 这个意思味道很强烈 可是公道志在人心 人心就是天心 老天的心 老天就是人心 所以呢 后来一开标结果 两个案子 他都拿第一名 其实第二个案子 不是他承报 他原来是标第一个案子 两个案子 全部他标到 而且评比第一名 分数 领先后面的团队 一共十几家竞标 那是公开透明的 你要任何政治影响 影响不了 所以我觉得是 不怕 无妙 只怕无道 不怕你没有福报 只是你不愿意去创造福报 所以这个就用财者 你看他捐那么多钱 可是这个出去 左边进来 就明的送出去 暗中有人送财 从前来 这个叫做用财者损偶益 铺财者万偶益 怎么用财呢 我告诉过 人家企业家怎么用财 他为什么福报那么大 怎么用财 第一个 集中党 圣文章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张龙花跟李嘉诚 张龙花在台湾是一个大善人 是长龙集团 他也是轮船类 霍船类是全世界有名的 李嘉诚更不用说了 我也告诉各位说 李嘉诚他是香港首富 他的首席算命是 陈朗跟老法师是很熟的 陈朗跟李嘉诚第一次在香港 见面的时候 李嘉诚从广都朝周过来 陈朗就问李嘉诚说 你要多少钱 你才有办法满足 李嘉诚说 我只要三千万港币 我就心满意足了 陈朗说 你的财库是满的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想千金资产者 必定是千金人物 像李嘉诚这种福报 老法师说 最少修十事 不是一事变成李嘉诚 不可能 他修好几事了 所以老法师说 你要是懂了凡事性的道理 你清楚明白 因果明白了 你心就放下来了 没有嫉妒心了 人家过期生修得好 我现在开始努力 我一样可以修得好 你真明白 心安 理得 你到底懂了 心就安了 那为什么现在心不安 会有嫉妒 你理不得 所以理得 一定心安 你明白了 到底是怎么去创造命运 必须要改变定数 创造变数 那变数在哪里 变数在定数里面 就在你这点心去创造 所以李嘉诚 当时成郎算命师跟他讲 你的财库是满的 所以李嘉诚就讲这句话 他兼三分之一的财产 2000亿呢 港币呢 不是台币呢 他兼2000亿 要全部布施出去呢 他说什么话 他说懂得回贵真富贵 这种大菩萨 视线的 视线在企业家里面 我告诉各位 他也是菩萨化身的 他能讲的懂得回贵是真富贵 他已经有生吃智慧了 所以企业家跟我们一样 他也是要有智慧 有智慧他就不再是企业家 他叫企业家菩萨 再加两个字 老师要是有智慧 所以老师就变成仁天师了 教书就变成教师菩萨 张隆家张隆花他的资产是 美金十六亿元 这个可能是以前的数字 他现在是不止了 他决定身后名下财产归 基金会 不留止 这个后来还是有肉食 虽然他的第六代后来 他往生后有产生一段的波折 可是毕竟张隆花的谱还是厚 他生前吃素嘛 他是修一贯道的 他一生都吃素啊 那张隆花本身呢 他也办了一个道德杂志 他虽然没有办讲坛 但是有道德杂志 专门欠善 最明显的是什么 他救全台湾 穷苦人家 他怎么救 他找我们警政署长 这个事情我有参理啊 他找王署长 怎么救济 他告诉王署长说 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做一点善事 那王署长他说好啊 怎么帮你 你不是有管期几年吗 只要发现管期里面有人没有棺材 没有饭吃的 家里非常穷苦的 通报到张隆花基金会 张隆花基金会 马上派专联直接到现场去查证 马上送钱 张隆花就这样做的 他透过这个宰官生 透过这些署长帮他忙 把善事全部向网班撒放钱 这个事情我有参理过 切子 包装器真的拿到钱 那里面新加坡我听说啊 比如说像慈善的机构啊 好像做一块钱 新加坡政府补制一块是吧 新加坡政府也是一名 怪不得新加坡有福报啊 你做算是新加坡政府有参理啊 政府也可以赚到福报啊 也可以参理这个福报啊 这是对的 恐怕全世界只有你们新加坡政府 才会这样做 那张隆花怎么说呢 他相信因果 他说企业存在的最后目的是什么 服务人情 回馈收回 就是跟我们郭博士跟丁博士的理念一样 那钱呢 流转力士之物 不应该独享 为什么 基财商道 古人跟我们讲 俗话讲财多生肉 那钱太多福报不够 身体生病 都财多生肉嘛 那怎么办 你只要转出去就好了 啊 刚才讲冥冥气的 安安地来啊 你布施出去的 整个月都没有什么事 也没有被诈骗集团骗到 啊 也没有去看病 啊一年都省下来 健保卡都不用用 有些高生大德啊 修得好的 人家他从头到尾都不要到医院去 他平常都不是出去啊 老法斯 他一生只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印金 第二个放生吃素 第三个医院救助 这三件事情 老法斯常讲这句话 他说他本来是乞丐命啊 他这辈子突然间转过来 变成这么有福报 这么多地质供养他 他说他是修来的啊 他刚跟李炳南老师学法的时候 穷都不得了 穷都连吃饭钱都没有 李炳南老师问他说 一块钱也没有 一块钱有 他说一块钱能买什么东西 李老师说买糖果跟大家结言 那不大家都去听金吗 那李炳南老师告诉他 你一块钱可以买糖果啊 然后他就怎么做呢 经过老师就把一块钱去买 比如说二十个糖果 他就站在门口跟每个人结言 那一个人吃过他一个糖果 跟他结过眼 所以我也鼓励各位 你就是随喜 你有这个孝顺心 恭敬心 清净心 这就是变供养 供养是菩萨在做的 布施是反复在做 那差在哪里 布施是福报 供养是功德 供德有什么作用 供德可以灭罪 甚至你甚至做得够 小灾严寿 寿命增长 你的功德越来越大 那什么叫功德 没有烦恼 贪症之不断的减少 习习毛病都断掉了 这叫功德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功德 那功德是什么求呢 功德在法身中求 功德在慈悲洗手中求 功德在六度里面求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说 梁武帝问他 他说我盖这么多佛事 供养这么多法师 印这么多金 供养这么多僧人 也没有功德 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 那这梁武帝就生气了 准备送客了 这我在想也是故意表演的 但是梁武帝事件变成修复 他变成什么吃福 梁武帝到后来是被饿死的 这个事情有典故的 所以为什么不能伤害动物 因为它会报复的 反是有群动物 它有灵性都会报复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所以刚才傅仲老师讲说 对蚂蚁也要恭敬 你对蚂蚁恭敬就是对众生恭敬 对众生恭敬就是对佛恭敬 你就可以得到利益 所以我跟郭博士开玩笑 我说他家没有电网 那个围场没有装通电那个网 那猴子都可以到他家去吃水果 我说他的水果是供养诸佛菩萨 猴是猴子的猴 诸佛菩萨 那天我在那边常诚讲 讲了国语不表示 他们以为是供养诸佛菩萨 我说不是是猴子的猴 大家在恍然大悟啊 那是真供养 郭博士在这个供养里面 他没有分别心 没有说我是郭董事长 你是猴子 你不应该吃我的水果 他这样供养他得到福报 他得到功德 两个都得到 他供养水果给他有福报 那供养给他他是用平等心 他得到功德 所以他那个方子 地理师去看的时候 别人就是住不下去的 洪水太好 八字不够 结果呢 你看郭博士他住得很安稳 我昨天就跟他点了 我说你要不是这样 不是出去啊 你在这边住的时候 就很多烦恼 晚上生住会失眠啊 那现在不会啊 但为什么 不输出去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也在任何场地都教各位说 你自己或者你祖孙 儿女都要告诉他 每个月的薪水拿5%出来 供养三宝 供养一切众生 任何善事都可以 只要是正法 我都赞成 5% 比如说1万块新币 5%是多少 500块嘛 500块新币嘛 我两个小孩都我这样教他 我教他们 从小读观世音菩萨圣号 读阿弥陀佛圣号 读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读大悲咒 长大以后赚钱 我告诉他们 薪水5% 交给爸爸帮你做善事 放生 印金 供养生保 摘生 做任何善事 我都跟他随行 他们都分到这个福报 你必须要为他们造福啊 刚才不是啊 不要为他们求 你累积才会给他 他根本没有去中阴 以后受不了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得啊 他不能够存储 你给他这么多钱啊 要不然就败光 山西有一位煤矿大王 父亲没有学这些圣年教 不知道怎么教小孩 大概保守估计 身价是 人民币大概200亿到300亿 合台币大概1000亿 对不对 他爸爸交给他以后 他爸爸走了 因为这个200亿 是他爸爸的福报 儿子不一定有200亿的福报 所以呢 他这个儿子一接上这个班以后啊 把这200亿拿去 玩操作股票跟基金 结果交给他 短短的两三年 200亿全部归零 没钱了 本来是煤矿大王 变成一般的平凡百姓啊 本来是起一个电影明星啊 那落到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全部都归零了 所以 张龙发他讲说 赚点多钱 很多人认为赚点多钱 就是富有 对张龙发来说 努力赚钱不是罪恶 但赚点多钱的快乐 是短暂的 因为拥有而得到 也会因为失气而贫苦 而痛苦 为什么 因为这个财是通货嘛 是流动性的嘛 你有种那么多福 他得到这个福报 你没有种那么多福 因地没有那么多 这个钱财是守不住的 这个是呢 集中党的一个例子 再来广述修 我们台湾政治圣人 王宣宣 那是很有名的 他2004年跟张金达这位台商 合办新华爱新教育基金会 胡此大陆平生叫做 简回珍珠计划 就是大陆很多落后偏年地期啊 那些小孩子都没钱读书 他这没有钱读书 他本来是一颗珍珠 结果现在珍珠蒙成叫蒙成珍珠 把它擦亮他们的光芒 每年给每位高中生2500块人民币 占助多少人 起万个平生 这个不得了 这跟起万个学生结缘 这个是 台湾商人在大陆张金达 他很有成就 成立这个基金会 再来台湾经营之行王永庆 他已经往生了 他怎么往生 他活到九十几岁 当然他有一块就是 比较属于让人家静静都到 他有大房二房 还有三两都很有名 这个我们先不论 他的印度 他过去是跟这些女生结缘太多 这我们就不说了 那他往生的时候 怎么往生 他非常的好 三中 他到美国去考察 他美国工厂 当天晚上还跟三娘吃饭 吃饭以后 喝了一小杯红酒 睡觉以后 五几二钟 往生了 九十几岁 他在台湾被称为金银之神 大家其实是蛮赞叹他的 他教主有方 他儿子他管得很严 所以在他领导之下 那个员工 没有人敢怎么样 而且都很认真工作 很求本分 他说人要做好 他跟他弟弟王永哉 两个真的是剃道 笑剃之道 做得非常好 他弟弟王永哉 永远是哥哥 马首是瞻 尊重哥哥 所以两兄弟非常团结 这个王家就兴旺 他们是怎么来的 你看起来是什么 看起来王家好像是 他们两个兄弟 创造财务对不对 不是 他们有印在前面 他们在前世就种了很多因 那这一次相约好 两个当兄弟 两个都是善连 都是报恩 跟 我们讲这报恩报恩讨债还债 可以讲说 他们两个是报恩来的 那么 王永静他的 他是让我们邻国长庚医院 他盖那个医院 也是救很多人 坦白说 虽然有收钱 但是你只要盖医院还是救人 我们新加坡还不错 有慈善医院 都不用钱 长庚医院就是祭念他父亲王长庚 所以家里有出一个闲人 家里有出一个菩萨 家里有出一个学伙人 这个家都有救 都得度的因缘 那王永静呢 他祖坟出来 一般人老百姓 都是什么 以恶传恶 王永静那么有钱 是因为他们家得到好洪水 错了 台湾有一个水果大王很有钱 真的卖水果水果大王 他有钱到什么程度 他也炒股票 炒到后来财产好几百亿 可是到后来企业 创起来也是股票 败也是股票 全部都败光 最后走投无路没钱 没钱怎么办呢 人家都说 哎呀他们家的祖坟 就是很有钱 会亿万富翁 所以大家都以恶传恶 最后他都没有钱的时候 他跟银行讲说 我跟你讲我一定不会逃跑 那你再借给我一亿 我拿我祖坟去做抵押品 祖坟也可以抵押了 结果银行也是真的没有智慧 给他一亿贷款 他就会说你一定不会跑的 因为你这个祖坟可以保佑你 这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写春龙话 不知道修阴正果 不知道从阴去种阴 然后得到那个果 你现在所看到说 他现在是王永健 已经看到果报了 你没有看到阴嘛 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天脸嘛 你只看到现在果 哇他这么有钱 你已经看到果了 就像这个水果已经结果了 开花你都没看到 他种子栽变的时候 你都没看到 但种下去 那种子还要浇水 还要释回 还要阳光还要水分 那这过程多久 最少也要一段期间吧 所以因果不可能同时的 现在众生是麻烦的麻辣 他没有智慧看不到过去 他说他怎么那么有钱 你要看到他的因 那我告诉各位从哪里去看 你看他现在的行为 你看他现在的待人处事 你现在看他的行处作握 他的六根基督 他是怎么修的 你看他的行为就知道 这个人全是修得好 从哪里去看就知道了 这个人是从天堂来的呢 还是从第一道来的 这个人从报恩来的呢 还是从报恩来的 很清楚 报恩来的很清楚 不用去问别人 问自己就知道了 所以呢 那位水果大王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再拿去一亿啊 最后一亿又败光了 这什么 入尽人亡 古人讲没有错啊 福报用完就要守啦 台湾有几个都这样啊 那一生都在享受福报 三妻六妾啦 住这些迷宫宴 住这些草宅 每天都勾舞生米 喝酒 福报用完了 走了 癌症了 死了 就结束了 那这位水果大王是一样啊 最后败啦 那一亿代管也没有啦 最后他化妆要从基隆出境 要偷渡被抓到 最后生之以法 把他送到大老去关起来 所以一个人的福报啊 老法师说 不能过年轻的时候享受 不能过中年的时候享受 应该像我们这种年纪来享受 老的时候来享受 所以福不要享尽 年轻的时候要创造福报 年长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要制造福报 供养福报 老年的时候来享受福报 那是什么 享清福 生活没有困难 而且没有烦恼 那才是真正的福 在享清福 最后好走 都善终 做个好人 所以大家都一直误会说 王永庆有钱是因为他坟墓好 错了 不是 确实 坟墓只是个圆而已 所谓湖冷基湖地 湖地湖冷基 这个房子再怎么不好 只要湖冷住进去 那个房子就好 郭博士那个家就是这样啊 很多人进门的洪水树 这个房子不好 等到郭博士出信去 他用心法去改变 他用他的慈悲性去改变 那个地方变福宅 变道场 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章节里面讲说 你佛像要安在哪里 你都佛堂 你的那个家的神像要安在哪里 我告诉各位 不用去看洪水书 门打开 第一个先看的位置就是光明方 那叫燃方增长方 在第一章节里面讲 那南方受一个佛堪 第一章节里面讲 那南方受一个佛堪 那你坐北朝 南方怎么办 对不对 你就是看光明的 南方就代表光明 代表增长 你只要在门打开 看得到地方 那就是光明方 你安在那个地方就对了 那就是光明方 就是你家的佛堂的位置 所以很多人误解说 王永庆这么有解释 因为他家主很好 切实那是盐 可是他阴在前面 魂牧师在后面 所以郭博树 郭西森 如果没有仲婴 他今天不会住豪宅 今天因为我们在座 很多是企业家 我在明道讲讲这个 也必须要跟大家讲这些道理 就是了解根本修 婴延 他过去有修这个善婴 所以他今天创造这个企业 他才有这个婴延 住到这个豪宅 但是这个中间也有很艰辛的过程 就是他的业必须要消掉 所以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困难到 跟丁博士没有饭吃 最后谁救他 了还事情救他 他到庙里面去看到了还事情 学了还先生行善改革 他改变了命运 我想他们两个就是一个表法 除非他是菩萨事先 或者说他如果一出生一定会迷 一定会迷的 英光大叔说为什么要往生希望 因为往生希望会开智慧 他再来不会迷 如果没有往生希望带着福报来 英光大叔说十个九个迷 在转生受孙就迷掉了 一出生变公子 出门都有外来在照顾 有病逝都在做 他忘了 为什么 他阿赖叶里面那个享乐的种子 那个他阿赖叶的种子 先被抓出来 完蛋了就去造业了 就现在很多败家子是这样来的 所以很多人 就说王永庆是他的家族烘水 其实是好 但是那个烘水是个源 当时他们起了个唐三奶的地理师 这个在台湾是津津乐道一件事情 也就是王永庆他们家有这个福报 才会碰到那个善连去介绍那个洪水寺给他 高伦指点 你没那个福你就碰不到那个高伦给你指点 当时他就葬他的父亲的坟墓在台北市跟台北县 以前叫台北县 现在改成新北市的交界座叫壁潭 壁潭那边是台北的毁碎水库的出水口 从那边再把水流向整个台北市跟新北市再出海 那就水盐了 台湾话就是水代表财 他的坟墓是藏在水盐的位置的旁边 这个唐三奶的洪水师跟他讲一句话 他说里面这个洪水是仙人杀网 仙人来帮他杀网 杀到全天下 他说这个穴呢 是仙人杀网 金书坐北斗 这不得了 金丝 黄金去雕的狮子 金书坐北斗 我以台北盆地水口的水原地 上撒下收 这上面撒下去 下面收回来 但是最后讲一句话 洪水师跟他讲说 里面这个家浑木一种下去 里面这后代子孙 里面家的财富只一网打进天下 天下财富都到里面身上去了 一网打进了 然后呢 洪水师交代 需要时时行善 富贵才可以持续下去 特别交代这句话 就行善记得 我今天告诉各位 你只要记得善就可以传承下去 你要不记得善只到你这一代而已 你传不了第二代 所以我今天讲的 毕业永续金领 就是要行善记得 行善是士 积德是理 理事是不二 你看王永续怎么做呢 王永续生前 兼30亿人民币 合台并150亿 给大陆新建1万所小鞋 然后我们台湾九欧一大地震 我所知道的 慈祭去盖完以后 政府没有盖 慈祭去盖完那些希望小节后 还有一所学校 达不到慈祭要盖的标准 可是里面也有几栋危险建筑 那校长跟学生就联名写信给王永续 请王永续爷爷 来帮我们盖 王永续建这个信以后 因为慈祭都已经盖完了 所以王永续特别派他公司的人去现场看 复合帮助对象 王永续答应 全部由台数集团帮他承担起来 就盖了一所小节给他 那台湾很多老人家众听的这个症状 所有注听记全部都王永续建的 这叫无畏布施啊 他财师法师无畏书都有啊 这个就是王永续他行善积德 所以他只是现在还在享受他的福报 王永续 Jane 感谢观看